当然不是 美国的军队主要是为了提供一些帮助稳定当地的局面 因为没有别人能做的这个 你也知道今天早上的报道 每一分钟发放的震灾的物资达到50人 他们是做的这些活动 那么当然这些是临时的 它主要是提供人大主义和稳定局面 这些帮助 那么所以呢那么希望呢 他们这些军队很快就会回国了 好 向我们接下那个湖南的网络观众 张先生的电话 张先生您好 厉害您好 维克先生您好 我觉得这是海底的灾难 美国为中国做出了榜样 这个要做十几大国 首先 要做一个在国际灾难 大灾难难凌的时候 要做一个道德大国 我觉得这是美国政府 和美国的军队做的很出色 值得中国人学习 我的观点是说完了 谢谢 好 谢谢湖南的张先生 我想美国可以说是立即采取的行动 可以说是承诺我们是竭尽全力 而且呢是尽快地采取行动 同时呢 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推移 非常清楚的一点 就是啊 这的确是一个这个巨大的这个灾难 那么是任何这个当地的 这个政府也好 或者是这个 他的这个当地的军队 甚至是全世界的这个 这个国家来说呢 都可以说呢 是不胜负荷的 所以呢 可能在这样的巨大的灾难面前 一两天 不显得是什么 那么我们看到呢 有很多这个 可能有这个感染啊 流泻啊 这个呢 可每分钟呢 都是很难过的 所以当然我们是期待的 他这个援助的这个活动呢 能够这个做得更快 但是呢 我们对于这个帮助解救这个海地 与这个水火的这种诚意呢 是不用置疑的 我看到在美国政府里头如此 在这个国会如此 看到一般的这个 这个援助的这个组织如此 因为呢 我们看到了这场灾难 而大部分的这个灾民呢 可以说本身就是啊 这个非常贫困 没有能力 所以呢 当然我们希望呢 这个神 这个奇迹发生 让这个事情呢 这个一概抹去啊 立即恢复 但是这个毕竟是做不到 不现实 所以呢 我觉得这显示了美国 以及这个国际社会的一种 这个承诺 希望他们呢 能够尽快的恢复 好 下一位是北京的余先生 余先生您好 那个嘉宾好 那个像您这边反映一个事情 我是在这边听咱们广播的时候啊 这个作为组织人的翻译的声音呢 呃 他这个英文声音 可能会跟这个中文的声音 稍微大了一些 所以说有的时候 听不清楚这个问题 我是这个 这个跟你说这件事情 哦好 就是您 只是要反映这个情况 好 谢谢您 下面再接一下广西的李先生 李先生您好 好像线路有些问题 李先生您在线上吗 好 那个 李先生不在线上了 我们现在还差不多只有五分钟的时间 我还是希望有机会 有时间再谈谈其他方面的问题 呃 您刚才一直谈到就是中国 就是我们中国在去年的5月12号 也四川发生的大地震 呃 您比较 这个 这两次地震 其实有一个共同一点 就是说这个建筑的 物的结构 对于这个 地震的那个造成损害 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 哈 就是中国在四川那些小地方 也学校的建筑啊什么的 因为这样不好 造成了很多学生死亡 呃 就是说您怎么看 就是我们也知道 就是说政府 很多家长希望就是说 呃 找政府找一个公道 哈 但是政府对这些人呢 实际上是打 进行打压的一个做法 就是不希望他们去 呃 那个控诉政府啊什么的 您怎么看中国政府这个做法 首先 在美国 我们听到了这个文春地震之后啊 我们的确呢 可以说呢 也是啊 这个啊 与中国人民同悲的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中国政府的非常迅速有力的 这个反应 跟这个海地 海地呢 可以说是天壤之边 呃 那么但是呢 我们看到了这个细节出来的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了 有一些这个啊 比邻的一些这个建筑物呢 反学校呢 尤其是新的这个学校的建筑 反而呢 是最弱的 那么这个的确是一个问题 呃 那么比如说 好像这个政府的这个建筑物啊 这个学校的这个建筑物啊 可能呢 没有达标 呃 也就是说呢 没有达到他要这个应该做到的这个标准 尤其是在这个地震区域啊 频发的这个区域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啊 机会 以与中国政府啊 那么比如说呢 呃 要这个看一看啊 是不是能够找到他的这个根源的所在 是不是有人呢 这个贪污受惠啊 等等等等 我觉得这个是在事实面前的家长是有权知道的 但是非常不幸的 到过来呢 呢 确实啊 受到他们却受到了这个打压 这个家长受到打压 他们只是希望能够获得这个事实的真相 啊 导 因为这个这个问题呢 导致了他们的孩子丧生的生命 所以呢 同时呢 为了以后着想 他呢 可以提供一个这个经验教训 让我们呢 能够这个做得更好 这个建筑这个结构能够更好 抵御未来的这个这个地震的这个发生 但是我觉得这方面的 政府呢 是用了这种尝试的这个手段 来这个打压 因为这个是非常不幸的 他导致了很多孩子 上市生命 您是那个中国医院军事委员会的一个资深成员 而且长期就是关注中国军力的发展 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问一下您就是 您怎么看目前美中两国之间的一个军事的交往 怎么看中国军力这个发展 就是近几年来这个军力发展非常的迅速 其实呢 这方面涉及几个大问题 首先呢 这个中国呢 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那么而且呢 这个这个国家在这个经济上呢 尤其是在各纪的几十年 做了这个非常这个长足的这个进步 那么当然他们呢 也在搞这个军事现代化 那个提高他们的这个军力 投放这个军力的能力 所以呢 从美国来说 很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美中的 尤其是军事的这个关系呢 必须是正面积极的 要这个减少 避免这个误判和这个误解 所以我觉得这军事之间的这个关系非常重要 两军的这个关系呢 必须呢 能够更频繁的进行交往 我觉得同时很重要的一点呢 两个国家 不要这个误解这个对方的意图 也就是说呢 尽我们的能力来了解对方的意图 比如说我自己的看法是 中国政府 我认为呢 它是一个这个压制性的这个政府 对 我觉得他们最大的这个威胁并不来自美国 甚至应该是 反而呢 是来自这个内部 也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几千万的这个生活在贫困线下的这个人口 他们可能遇到的这种挫折和这个无助 那么 还有这个中美的经济关系啊 经贸关系 对于中国人来说呢 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在各个方面呢 我们呢 能够要这个加深了解 20秒的时间哈 我也想问您就是 您知道在马拉萨诸塞州的参议员的补选中的 那个共和党人布朗 出人意料的胜出哈 您认为布朗的当选 对于这个奥巴马总共一直推动的这个医疗改革方案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么的确是啊 这个一年当选这个之后 那么这个当选之后呢 的确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 众议院通过这个 参议院通过这个 医疗改革方案的版本的机会有多大 就建议这个目前这种情况 我认为呢 我们呢 在这个 这个 医疗保健方面呢 会取得进步 但是呢 不能以现代的版本通过 好的 时间关系呢 今天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 非常感谢斯安德议员 参加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您的收听 收看和参与 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 他们的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